结束四天中秋连假 明天12到17岁的青少年 就要开打BNT疫苗 家长们难免担心 孩子会出现副作用 以及严重不良反应 甚至是集体晕针 医师表示 接种之后最常发生 接种部位疼痛或是红肿 在几天之内会消失 发烧几率大约是10% 教育部也表示 如果身体不适的话 可以请疫苗假 不列入出席记录 为了防止小朋友做剧烈运动 校园也配合改线上课程 两周内都取消体育课 另外指挥中心 建议学生可以穿宽松的衣服 健保卡尽量戴在身上 在接种疫苗之前 也要注意睡眠充足 注射前一到两个小时 吃完早餐 还有要补充水分 国内12到17岁学生 从22号开始 就要陆续接种BNT疫苗 有几件事情要特别注意 隔天之后 看有没有所谓的一些 像是发烧 倦带 注射部位疼痛等等 甚至更严重的 2到7天 甚至到14天 会发生所谓的呼吸胸闷喘 全校进行园区 以及居家的学习课程 打完了第二个礼拜 我们的课程 也是以静态的为主 因为指挥中心建议 打完BNT疫苗 两周内要避免炙烈运动 校园也配合做课程更动 另外打疫苗前也要注意 不要熬夜 睡足6到8小时 入夜后减少使用3C产品 提升睡眠品质 要在注射前1到2小时吃完早餐 选择蛋白质 蔬果类食物 得避开油炸品项 含糖饮料 还要补充250到300毫升的水分 因为大型施打场所 室内温度通常比较高 学生可以选择穿宽松的短袖 两感有弹性材质的衣服 能证明身份的证件 也要尽量戴在身上 至于BNT两季的间隔时间 中央是否按照访单建议的21天施打呢 国人施打BNT疫苗的意愿高 有部分学生反映 明明还没满23岁 却无法进入系统预约 指挥中心表示 对于满22岁未满23岁的民众 是用年份划分 但BNT疫苗到货量大 马上就会轮到 陈时中说 能理解民众心理上难免不舒服 会尽快安排施打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今年11月之后 将对边境管制有所调整 成年旅客都要完整接种 两剂疫苗才可以入境 民众也很关心 接种哪一些疫苗 才能够获得认可呢 美国目前倾向经过FDA 或是WHO核准的任何一款疫苗 但是台湾的国产疫苗 高端疫苗并不在此名单内 那么接种高端的国人 包括政府总统 未来就不能入境美国了吗 指挥中心回应 目前美方政策尚未明了 也还没有办法问清楚 会持续跟外交部保持联系 前机管局长苏毅仁则认为 国内从9月到明年2月 势必要面临边境管制 是否维持严守或开放 以及流感新冠夹击 将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 美国入境管制再调整 11月开始 陈寗人需完简接种两剂疫苗 而且登机前 需有三天内的阴性报告 才可以入境 而接种哪些疫苗 能够获得入境许可 目前美国倾向 一个是FDA获准或批准的疫苗 另外就是WHO核准的任何一款疫苗 虽然最终名单仍在讨论 但看看WHO核准的七款疫苗中 高端疫苗未在其中 那接种完高端疫苗的民众 未来入境美国时该怎么办 但不止民众打了高端疫苗 小英总统以及副总统赖清德 两个人也都把手臂献给高端 将来如果出访要入境美国 这该怎么办 总统跟副总统 如果去访问这个美国 那政治的意涵远大于 这个所谓防疫的意涵 那自然会有妥事的安排 美国将采取完检接种 才可以入境 也代表着前往美国 接种疫苗兼旅游 未来将不再可行 不过陈时中认为 台湾可能不受影响 那接下来他要对他入境政策怎么做 那当然我们持续 跟外交部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美国更改入境管制 是更宽还是更松 对疫苗接种率高汗低的国家 代表意义不同 台湾该如何应应 就看美国怎么决定 记者成长高紫耀台北报道 中秋节好消息 今天国内本土个案再度加龄 没有死亡病例 只有五名境外移入个案 指挥官陈时中表示 在中秋期间 加龄蛮有意义的 希望可以持续好现象 不过在中秋廉假期间 许多的民众暴富性出游 有人到海边细水没有戴口罩 也有人在夜市边走边吃 陈时中也坦言 后续的影响还要再观察 中秋节加龄回来了 本土死亡个案 21号双双挂龄 只有五例今晚移入病例 陈时中也觉得 这加龄来得正是时候 其实我们除了上一波 有几千是有八个九个 其他大概都是在五个之下 碰上中秋节 首晚上圆圆大大的龄 格外有意义 历经桃源机市丢塔染疫案 新北幼儿园群聚到板桥某社区拉警报 在扩大匡列积极筛检防堵下 国内单日确诊逐渐控制 近期甚至还能出现加龄 也让指挥中心大为振奋 前月的到现在目前为止平均大概2.5个 那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们希望能够持续 没有要重新加盐 但迎来降级后首个廉价 民众实在闷坏了 各大景点人潮涌现 难保持社交距离 还有民众围围烤肉聚会 另外海边信水 不少人玩得太开心 忘记马上把口罩给戴账 就怕社区还有零星个案 人潮南北移动多 疏于防疫出现疫情破口 让所有努力崩溃以溃 比较多是在海边 戴口罩的一个问题 夜市里面 也有边走边吃的情况 这时间会对疫情带来什么影响 那还要持续观察 本土嘉林得来不易 大家想尽早回归正常生活 还得看这波中秋廉价 防守的成效如何 这好像越大台报道 台湾目前正启动 四种新冠疫苗的混打试验 希望可以缓解国际疫苗 短缺的问题 但是有学者指出 BNT疫苗供货排成稳定 应该可作为第二剂混打首选 不过在这四组的混打研究当中 却独缺了莫德纳加BNT疫苗的组合 反而是以高端疫苗为大宗 学者认为中央只在乎接种率数字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回应 莫德纳混打BNT的组合 目前已经请专家讨论 等到疫苗陆续到货开始施打后 就会做相关的本土研究 面对国际疫苗供货不稳 两剂混打就成为解决方案之一 而目前国内正进行四种混打研究 包括AZ加莫德纳 莫德纳加高端 以及AZ加高端 还有BNT加高端 但有学者指出为何混打组合 独缺莫德纳加BNT 台大教授金传传就认为 接下来如果BNT疫苗相对供货充足 应尽快做第二剂混打规划 毕竟国际证实混打BNT有显著效果 国内混打试验却以高端疫苗为大宗 显见中央只在乎接种率数字 被拿来当混打的目标的疫苗 大概是BNT 可能是会提供的最多 那BNT现在没有做 或是因为BNT都还没有打 所以自然就不会有这个研究战 强调莫德纳跟BNT疫苗混打 已请专家进行讨论 而目前混打国产疫苗的试验组合中 哪种效果可能最好 黄高斌医师指出 AZ疫苗能让T细胞有长期激励 相较高端则缺乏这方面能力 因此AZ能补足缺点 理论上来说这个组合比较好 至于莫德纳混打高端 这两款疫苗能产生高抗体力价 但刺激T细胞能力差 保护力会下降的比较快 不过这两种混打法 都有望减缓接种副作用 但混打国产疫苗 效力和安全性到底如何 也只能等试验结果揭晓 接着我们的